接下來我們要來聊一首曲子 這首曲子非常有特色 它叫《願嫁漢家郎》 而且它其實是您父親 跟在台灣其實那個年代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作詞作曲者 莊奴老師的第一次合作 所以我們聊一下這一段精彩的故事 我在也是在訪談當中 其實我一直想要找莊奴叔叔 因為在所有的資料當中顯示 父親的曲子跟莊奴叔叔的合作是最多的 一個人寫詞 一個人寫曲 他們兩個作品在那個年代是 數量是最龐大的 就好像現在的周杰倫跟法文三一樣 對 有一次在一個場合就是那個國連飯店 那莊奴叔叔看到我的時候就 就哭了 他聽到周蘭萍三個字的時候 他就哭了 那當時我心裡也很激動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 深厚的感情 那莊奴叔叔就告訴我說 他說 我如果沒有你父親 那我會是一個 我可能會是一個很出名的作家 或者是一個很著名的詩人 但是因為這裡有一個緣故 就是當年有一部電影叫 《水柏宜之戀》 是唐少華導演的作品 這個故事是李星導演告訴我的 父親跟這個唐少華導演在討論 曲子的製作的時候 音樂的製作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指定一位 莊奴先生 我希望是這十首曲子都是由我來跟他一起完成的 就是他的詞我的曲 所以後來他們兩個人就是碰面之後呢 就是一拍即合 那我在訪問莊奴叔叔 他曾告訴我說 《願家和家郎》這首歌曲 是他們兩個合作的第一首曲子 他說做出來的那個 他說我們兩個人一起聽 第一次一起聽這首歌 他說那種快樂跟那種 滿足的感覺是 成就感 是沒有人能懂的 是 所以《願家和家郎》其實就是莊奴 跟周蘭萍的第一次合作 是